的竞争首长姚高桥 昨天傍晚接受TVBS的独家专访 姚高桥对自己担任署长 一年两个月以来的感受是问心无愧 他希望警戒能继续保持他就任以来 不拿钱不偷情的良好风际 临别之前他也对民众所关心的 三大刑案谈到他的看法 他甚至于表示让他辞职的白晓厌暗 也许由于线索掌握的相当确实 也许过几天就能够破案了 至于三大刑案目前侦办的情形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这段独家专访 虽然您要即将领域但是全国的民众还是蛮关心的说 警方侦办三大刑案 目前侦办的一个情形当然侦调不公开 署长不方便讲但是您是否是有信心 是不是有这个信心可以破案 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最容易最可能先破案的是哪一个 或者是说目前最困难的可能是哪一个案子比较难破 这三大刑案以现在目前的三个专案小组的 我所最了解的因为高雄这个案子 我到现在只有听了四处的简报 所以很多人讲说我三个案多数我干涉 我在这个什么的高雄市的彭丸子女士的这个案子 我到现在只有听四处的简报 由王局长负全部的这个主任 桃园的现在这个案子 由桃园县的谢局长 现在他在指挥 我大概一个礼拜会去听一次的这个简报 重要的他跟我讲一下 我说你们就放手去做 三个案子的因为刘县长的这个命案跟白小燕的这个案子 这两个案子因为在台北我状况的比较多 我想这个三个案应该会破时间的这个问题 尤其白小燕的这个案子 我今天在这里提出来 有几条的线索掌握得相当的这个不错 如果顺利的话 说不定快很快的几天准天内坑坡 因为这个线索掌握得相当 刘县长的这个案子 现在积极的在搜证 搜集物证的这个当中 那这个物证可能比较 有些的可能比较难以这个搜证 因为涉及侦察不公开 我就不方便的这个讲 现在是非常积极的就找物证 人证有但是需要这个物证 我们一定要有物证才能够宣布这个破案 我们这个专案小组的这些人员的 这样的这种的工作的这个精神 尊办的精神 我相信一定能够这个破案 因为三姐又再次的突然 像陈信商人被绑架露所 但我想对警方或者对书长来讲 就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打击 在这之中也许书长有一些委屈 因为外界一直觉得说 警方在这方面有一些逆报的情形 不晓得说书长有没有什么话 或是说谈一谈去 这个案子本来发生了这个之后 他们就一直的清查 一直的也做了这个笔录 他本来到了这个最后 所以准备在12号 就是我们这次社会租安租询会议的 这个前一天 晚上本来他要跟我做检报 结果我第二天因为有租询这个会议 很多的这个租询 所以我那天就没有去 到第二天的这个早上 到第二天的这个早上 联合报登出来 部长打电话给我 我说我现在找杨局长 马上就这个 马上就查证 所以像这种的 这种的这个情形 警方要吃案要干什么 吃案 所以我说奇怪 说警方这个吃案 还讲说通报系统 那是不是每一件的这些的 说都每一件都要报到部长那边 都报到总统 都报到院长那边 我想部长 院长 总统 我看你呢 是不是有没有这样 所以我讲说通报系统 还有另外讲说 路人乐署的这个案件 说这个八号分级没有报 因为白小院的这个案子 发生疑惑 那时候就有人讲 就这个什么 在通报的当中落出去 所以社会上很多人的这个指责 所以那时候的 刑事局就通报 所有的路人乐署的这个案件 一概不通报八号 有正式公文这个下去 像这种案件 我说奇怪 这些的要 为什么会要出什么案 杨局长有必要去 去逆报这些的这个 有什么这个 确定这个人 那这个就 有一定要保护他的安全 第二个 就积极的这个抓 也不可能说人找来的 确定了这个什么 你说这个案子就把它消掉 至于说通报其他的这些的这个单位 我讲这很多细节的这个问题 因为专案小组我就不太这个了解 大概大概大概 我所到现在所了解的 到现在 专案小组都还没有一个证书的 很完整的一个报告给我 从同时我现在离开 我也不要求再去详细的 到现在我都还没有证书的一个书面的这个报告 您知道您从事这个紧追生涯34年 即将要画上修指缝 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话题 作为您这样的修指缝的一个结语 或者说自己打个声音 小组由三名某部防化营战士组成 主要采用火焰喷射器烧灭马蜂窝 人工摘除组由三名民间灭蜂能手组成 通过在长竹竿上绑棉纱 进满没有点燃后烧灭马蜂窝 他们根据马蜂昼服夜出的特性 均在晚上或凌晨出动 到今天记者解稿时指 两个小组已经消灭了30个马蜂窝 预计到本月下旬 甲江县全境内的上千个马蜂窝 将被全部消灭 近年来四川成都绵羊乐山等地 马蜂数量急剧增多 初步分析是因为当地生态环境的日益好转 而四川温暖湿润的气候